或者是去年的Maker Fair的請舉手 然後這個可以多講一點 呵呵呵呵 看來我有出場優勢 呵呵呵 然後今天想要跟大家來講的是 就會環繞在這幾個主題 就是有關Frozz跟Maker 那Frozz大家有聽過嗎? 好 呵呵呵 我又有東西可以講 呵呵呵 呵呵 然後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鄭宏琦 然後我網路上的ID都會用Funky 如果你有看到一些什麼動手作 或有關Arduino的文章 或是分享 基本上我都會用Funky這個ID 然後 我也是大概在2008年的時候 我們有跟一群喜歡動手作 喜歡Open Source軟體硬體 還有喜歡Arduino的一群同號 我們組織一個叫做Open Lab在台北的社群 然後我們從2018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 先小學的聚會活動 在咖啡廳 在各個公開的場域去交流聊天 還有討論寫程式的技術 或電子電路的技術 或是動手做 用科技來做藝術創作的各種的討論 然後 我一直稱為 我是社群志工 因為我覺得 我不是很厲害的人 可是我 我很喜歡整理資料 就是 喜歡把一些 我們的聚會過程 還有我們發現到的新的技術 新的想法 新的idea 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丟在網路上 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就是我基本的介紹 然後 我忘記提到一點 我是唸 唸美術系出來的 可能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我非常弱 因為我對於寫程式這件事 是到我的研究所時候 才開始接觸 那時候我為了寫 學寫程式 還去 去了我的專業 都是來自於那個地方的地方 去學寫程式 可是後來我是學不懂 就是 後來參加一些台灣 尤其是台北 是很重要的一些社群聚會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Cosang 或是Hacking Sustain 就是一些很老白一些 已經黑到不能再黑的那個 黑可能 他們的聚會 開始學 跟他們討教linus 或是一些 一些寫程式的一些 一些Panball 那這些社群的參與活動 就影響我 對於社群這件事的 濃厚的喜愛 跟 跟參與 所以 所以花很多時間去整理 或 或舉辦這些 各種活動 那以上就是 就是我的 大概我的 基本的介紹 就是 就是一個 念美術系 化水彩 化油 化到已經 瘋掉了 開始來 來玩一些 一些電路的技術 跟寫程式的一些創作 那 今天 會環到兩個主題 一個是 Maker 跟 Flows 那 我覺得我想要從 Maker 這個東西開始去講 那 Maker 從 字面上簡單的來解釋 你可以把它想像中 是喜歡 動手做的一群人 那 這是比較狹義 就是比較廣義的 一個定義 當然也有人 因為 會把它定義成 會把它跟三星表記 跟 跟 iTuno 結合在一起 可是 都是比較局部的 Maker 對我的定義來 就是 你心中只要有夢想 你只要心中有火圓走 就是 就是 非常有一點 就是 為了 你自己的想法 然後為了好玩 那你就把 這東西做出來 那你必須跟 也 也很強烈的跟人家分享你的過程跟成就 我覺得都可以被定位成 Maker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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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下的 範圍裡面 那 呃 關於 我們現在 呃 尤其是我們這時代的Maker 都很容易會 會 會 討論到一件事情 不只是在寫程式 因為我們還會牽扯到 我們的物理空間 跟 實際要產出一些東西 那我們這時代型跟 過往的 過往的Maker 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是生活中遭 有大量的數位控制的東西 那 透過這些數位 數位控制的機具 或是 加封的東西 比如說 大家可以理解三電印表機 它就是一個 那種數位製造的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代表物 那數位製造是什麼 這個 呃 有人跟我說 如果 一個 演講裡面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影片的話 會很乾 所以我今天就準備了 幾支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跟經濟主題有關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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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請問一下 你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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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想說 we� location in hetівель目 week kijken en meedeven de tweede optie is werken om geheim houden alllam Sugar expand shopping вы half 花 apple этого 这有 Soviets入虽 reveals 卡罗 这个叟有 McCinf except 如果是关系的参差 发 заключ的可是 个故事和东西的只有一公司 梁力而参与了 由五位j主 operating don从它夾一个华洞 الأ應該需要一点 更多的 所以该akte你 麵包 有人 有些難度 嗯 imm 这些工具有一个非常多的工具 就是三十步的车车车和 CNC 还有其他确实的工具 在这些工具的工具 在这些工具的工具 工具的工具 工具的工具 但是,有两个工具 在这些工具的工具 是一种工具的工具 因此方,設定知識到電影,地域3和音量, 至電影 Fen Ps,直接到電影。 直播放後,第五頓 Här, 大家會看到一頭霧水嗎? 真的嗎? 那還是我稍微人工分魚較少? 我的外圖能力很好, 各位,這裡有提到幾件重點, 就是… 這裏有討論到幾個重點就是FabEleven是什麼 那對我來說FabEleven它是一個 我想要今天講的主題那個數位製造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推廣跟分享的組織,非尼組織 那數位製造就是牽扯到幾種電腦 然後數位去控制的一個技術 比如說雷射鞋割機,比如說3D表機 比如說把2D建模成3D檔案的一個過程 那原本這些都是只存在你的雲端或硬碟或是你的電腦裡面 可是它現在因為我們生活中它越來越多這種機具 它可以把你的這些數位檔案全部實現變成一個真實的物體 所以這個重機對於Maker來說就很重要 尤其這些工具都已經平民化 你甚至可能在你住家附近或是在後火車站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類似這樣的店家服務 你付一筆錢然後他們就會幫你製作出來 或者甚至你可以找到全台北市有很多那種FabEleven 你可以去參與他們,把你的檔案搭過去 那有一些志工會跟你分享教學 怎麼把你的東西做出來 那數位化一個非常強大的優點就是它不會施真 也就是說丟在網路上的時候 你願意跟它分享之後 它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製造出一模一樣的東西出來 那其實也條件是你的每台機器都要往事一致的 那剛才有提到就是數位製造型 它會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項 一個是加法製造,一個是減法製造 加法製造的話就是很明確的 就是三定義表機這樣的製造過程 就是它透過一層一層推移的方式把東西製造出來 那一個是減法製造 就是我們就很像是我們原本有一塊壓克力 那我們已經設計好圖形 我們用雷射切割的方式把它切割出來 那這幾種就是 我目前我自己還蠻常用到的工具 就是CNC雷射切割機跟三定義表機 那這件東西是什麼大概 我講到現在大概可能還是還蠻模糊的 那依照慣例我們繼續來個影片 不過這次影片應該是英文的啦 Val Lab is a high-tech community resource 我們 aspire to be the hub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our city 我們有一個大量的工具 3D printers, laser… Val Lab is a high-tech community resource 所以我來看見它 我看見它 哇… 這裡有一些工具叫做LaserBug 它是一個大量的工具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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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正大的工具 都是說 它就是剛才提到的概念就是把2D的品源的東西把它轉換成3D 這已經是一種做法 藝術、entrepreneurs、學生和 hobbyists 都找到FABLAB成為一個值得的資源 所以當我第一次進入FABLAB 我就是被創造的東西 這也是用人設計的切割出來 然後在各地的裝備的站地 我們看FABLAB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我們希望你喜歡這件事 和你會支持我們 來參加今天 那剛才那幾隻影片 我相信應該會讓人 如果還是無法了解的話 應該有一種感覺就是 你可以想像那個時候 就是一堆機器人幫你的東西做出來的感覺 反正就是這些數位工具會產生幾個質片 跟帶來的優點 比如說快速製造 然後客製化 因為我們過去的製造方式可能就是要 到一定的量 它才會工廠才會幫你製造 可是因為這種數位製造工具 平平化跟進入 從原本的工廠慢慢縮小小型化 進入到你的生活領域到你的工作室 你開始可以去量身訂做少量的東西 或是少量生產 然後比如說可以 最常看到的三星錶的應用就是 你可以為他人量身訂製 那現在這種議題在台北市的一些空間 也有社群在討論這些事情 還有它會產生新的製造方式 可能以前 我們要做一件事就是 球中球的概念好像是非常難做的 可是可以透過三星錶這個時候 它可以把最外圍的球先印到一半 然後再開始印中間的球 然後它就會快速的把球中球這種 這種物件把它做出來 所以它會產生新的製造方式的可能性 那 這位數位製造工具它其實都在加速 讓喜歡動手做的人 比較不會害怕的東西會做不出來 或是因為時間上的限制他們都會做不完 或者是讓一般的 本來就是對這邊有興趣的人 或是稍微知道他們的功能去做 他們知道世界上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寫出他們 那這些工具的存在 對我來說就是 讓你不要有後部自由 不要擔心各種的可能性 各種的負面的東西 讓你去動手做 去實驗 把你的功能實驗做出來 那你們可能會想到說 那 我們現在討論的Maker跟過去的DIY 愛好者有什麼差異 你們有聽過DIY嗎 可能DIY可能是 我跟你們一樣大 都是對我們來說 都是我們父母那一輩 然後他們喜歡 有休假有空前的時間 他們可能自己修自己的摩托車 或是自己玩 自己的真空機 或是真空擴大機 或是音響 他們那時候還蠻流行 就是動手去完成自己的東西 你們有聽過CD Pro 2嗎 對對對 那個是一個 那是一個 就是網路上蠻明確的案例 就是 有一個叫文大的 弄了一堆什麼 音響的套件包 然後開始有人買來自己DIY 把那些東西完成 那個實驗 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 DIY的一個族群的一個現象 那跟現在的Maker差異 差異一點 我覺得 有所差異的地方是在於說 我們現在有更多的這種數位工具 剛才我們提到了 數位交換工具 CNC 雷射切割機 跟三電標機 然後也有 等一下會提到的 Admino這種開放的硬體 那也有更重要的是 我們有網路的分享平台 那這邊透過這些網路分享平台 我們把我們計畫丟上去 你的計畫是好玩的 有趣的 然後開始會 會像滾雪球一樣 原本只是小小一顆 然後越滾越大 然後就開始很多人跟你一起玩 跟你討論 然後有新的知識 跟新的技術 跟新的ID 而被在網路上 不停的流竄 跟討論出來 所以 我覺得Maker跟DIY 最大的差異點說 過去我們都是一個人做 或少數幾個人做 可是透過Maker 透過網路分享平台的這種概念 以及社群概念的不斷的強化跟彰顯 那這件事變成 原本只是Do it by yourself 只有你自己 變成 變成DIW 就是Do it with other 那在other 可能 可能是你從未見過面的人 的網友 或者是 你們在 使用人家的Library 那個Library的作者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見過他 可是你 你因為在開發你的計畫 你要加上你的計畫的製作 你會用到他的Library 那對我來說 這都是一個 跟他人完全 一個計畫的概念 因為透過這種分享 透過我們都是 open source的愛好者 跟信仰者 我們會覺得說 把我們的計畫 提供出來跟他分享 是一個正確的事 所以你會募集 召集到更多跟你 一樣的同胞跟信仰者 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那對我來說 這就是一個 此時時刻 這世代Maker的最大的一個定義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 網路跟open source 跟分享一下 這就是Maker 相對於以前的 DIY愛好者 最大的差異點 接下來我想要提到的是 Flowers Flowers是什麼呢 Flowers它是 自由軟體 跟open source的縮寫 因為可能對大家來說 或甚至對我來說 我一直覺得 open source 跟自由軟體 他們想要處理的大方向 都是一致的 可是每次都在討論 自由軟體 open source 或是自由軟體 其實是有一個 一直在反覆講 同便是那種感覺 所以 這件事在國外 有些歐洲那邊 也是困擾 困擾很多種 就是 喜愛這個領域的愛好者們 所以他們後來就是 就是 就是 發明一個一組單字 把這個縮寫 把這兩個陣營的 要做的大方向 把它統稱為Flowers 就是 F就是Free L就是Libra 然後 O就是Open S就是Sources 然後第二個 S就是Software 所以我們就是統稱 統稱喜歡 用這些技術 科技的 的族群 都會把 稱為這個方面 叫做Flowers 那一開始沒有Libra Libra是 是自由 應該一開始都是叫Free Free F3 Oss 可是我們 這個持貿的過度 已經強調說它是免費的 所以後來再追加L進去 那剛才都提到的是 軟體或是數位加工的東西 然後 可是有一件事 有一個東西被開發出來 就是造成 整個世界的翻轉 以及是 這近幾年 有關3DN表機的 這個話題 一直被 重複討論 也是 這件事也加速了 那個 3DN表機進入我們的生活 空間 我們的現實生活之內 它 不再只是一個研究師 或是大型公司的一個 一個 一個設備 那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個東西是Arduino Arduino 它是 它是 今天我們在討論 開放 開放 開放硬體律動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小玩意 就是 應該大家都有玩過吧 就是用Arduino寫成是 就是把東西燒上去 然後你的LED就可以看著亮 或是 你可以去 用Arduino去控制 燈光 影像 或是 馬達之類的 反正你 任何人想到的東西 它都可以透過它去控制 而且它的程式碼 非常 非常的簡單 應該對大家來說 對我還是有點難 可是 對我來說我已經可以 可以看那種一些程式碼 然後開始去寫一些東西 那 Arduino一開始 它不是從理工學校出來 它一開始是從設計學校出來 當初的那件事 發生在2005年 就是 在義大利的 全世界第一間 第一間互動設計學校 然後 那時候的老師們 一直在教學生互動設計 科技技術這一塊 可是他們發現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教太多理論了 學生有想法 可是做不出來 所以他們後來一個MIT的 運算實驗室做合作 去開發 Arduino這個版本 那Arduino 它又繼承了另外一個 Open Source的計畫 叫Processing 大家有聽過 Processing嗎 就是Processing它的 計畫的原則就是 盡量把程式碼簡化 易用 所以他們當初就發 他們在開發Arduino的時候 他們也要 朝這方向前進 就是把 把東西盡量做得越簡單越好 甚至小朋友 或是 不懂程式的設計 其實要都可以開始用 所以他們就是 照著這個原則前進 然後更重要一點 他們就是 他們選擇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就是Open Source 因為他們當初都是 學校的教師 或是教職員之類的 可是他們擔心一件事 就是他們東西 會被收到學校 變成一個私有財產 所以他們那時候 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Open Source 結果這個東西 其實是非常正確的一件事 就是 他們越來越Open Source出來 然後這些東西又 它的方向又是正確的 然後又很好玩 所以開始 就像剛才我提到的 就像滾水球一樣 越滾越大 越滾越大 原本只有 只有Arduino 這個東西 後來越來越多的變種 連Google都開始 去開發 Arduino的變種 的版子出來 或是 開始寫一些 Library給它 之類的 那甚至 在 前面 前幾年的 夏天 Google IO 他們甚至宣布說 我們要跟Arduino Android 要跟Arduino合作 可是當時創辦人之一 David來台灣 他就說 我也是看了電視才知道 我們要跟他們合作之類的 就是 你可以 透過這幾件事情 你可以知道Arduino 他還在這個現實 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他越來越重要 他甚至開始在 在改變變很多事情 比如說 教育 以前我們 我大概2008年 在玩Arduino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討論一件事 Arduino能不能進入到學校之內 可是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應該只是玩具而已 可是沒想到 到底已經到現在 2013、2014年 已經這件東西 已經進入到國小的 生活教育 就是課程教育之內 那時候我們在學的東西 大概只有研究所才會碰到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說 這些開放儀體的東西 一直在 用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在運作這個世界的一些規則 改變這個世界的規則 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會聯想到就是說 Arduino Arduino 其實跟3DMI表現 也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 這世界上有個 有個專案計畫 叫 REPRM 就是 REP REP 應該聽錯 反正就是有個 這樣的計畫 然後它是來自於 英國一個叫 Brownier 的 教授 他發行 然後他也選擇 他因為用了Arduino 所以他選擇 也做了一件事 就是 open source 我跟你講 我好像講太快了 應該給你們看一下 Arduino 如果 如果Arduino這種東西 落在藝術家手上 他會做出什麼東西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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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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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然後呢 也許剛才的影片可以稍微了解說 Arduino 因為它的簡單易用 很早就開始有一些印書家或是設計師 開始拿來做一些有趣的互動裝飾或是科技技術的創作 也許那個沒有很強大的商業目的 可是它是透過這樣的 就是為了好玩 為了自己的創作欲望 所以它做出來是非常有趣 然後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是 Replay的3D表機 其實3D表機大概30年前這個技術就有了 只是它一直是被專業綁住 然後在Arduino出現之前 它要做3D表機的開發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可是自從Arduino開發出來之後 開始有人不管是藝術家去拿去做一些 亂七八糟很難被定義的藝術裝飾 或是有些人拿去做機械手臂 或是遙控飛機什麼的 亂七八糟什麼都有 然後當然也有人想要把它拿來做3D表機的製作 所以開始就有人去開發不同的Arduino的板子 跟它的外掛 它的擴充板 然後就開始去放在Github 或放在他們的Wikio的觀光網頁上 然後開始都open source 然後越來越多人就是覺得這個東西太好玩了 所以就開始去改造它 改造完 然後因為他們又相信open source這個概念 所以他們又把程式碼丟出來 這裡的討論不只是在程式碼上面 還有電子電路 然後還有整個機械結構 整個都把它分享出來 那所以以至於說 幾乎全世界都很多人在做3D表機 不管是大型廠商在開發型的機器也好 或是個人的 或是小型的工作室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你可以選擇去買一台完整3D表機 當然你也可以完全動手做 去看Wiki上面的資料 材料包的提示 然後你就可以把 在台北市把這些材料全部買到手 或者是在露天 或者是在淘寶 把這些東西都買到手之後 就可以開始把它組裝 完成自己的3D表機 然後我覺得 等一下應該會有人問我說 要買哪一種3D表機會比較好 我是建議你可以自己組裝一台來 因為台灣的廠商實在太不爭氣了 做不在3D表機跟德式的也是兩樣 然後為了證明我不是唬爛 我可以分享一下 又是來看影片的實驗 太好了 這是國外的一個創作者很有趣計畫 他叫做 就是 Opensource的萬列 還是萬列的 Opensource 反正他的目標就是 他這一年 只能用 Opensource的工具軟體 硬體來過生活 所以剛才有錄製 可以把他們卡掉 所以剛才有錄製 可以把他們卡掉 所以剛才有錄製 學習和學習 學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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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 前三年 第一部的 Tylen 唯控 基本上兩年 三間 肯從真正直干擾 他們帶站到這間 乘搵 賣 三gin表機的主題 從過去發展到現在最主流的版本就是 也最多人在討論 也目前比較穩定的版本 叫做Prosa i3 做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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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到的那一塊板子就是 Arduino再加上一個那個 3D表情的擴充板叫Rampers 加上鵬 別人設計 什麼事? 是的,我覺得是要做得好 謝謝 因為你錯了 你沒有洗沒有甚麼東西 你連這個東西都好 你連那些東西都看我 你連那些時候 這是一種木材用的一種木材用卸 一整個抽選會了 所有的紙材都被寄到 一起联系的 一些人的信息 我感到很幸运 联系的联系 今天是你联系的 WireAiC, 它是 WireAiC, 它是 在整理的 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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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看到更多人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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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機會 你知道 people start developing things medo orع Sanskain about things so other people discover things that the quality gets better quality in print quality but also in buildingfunction so it's nicer to build we hope to do this like once a month every month more people to be involved into that society 我认为很多人都在做了一段时间时间 我们都在想要用这个3D, 因为我们不在这一天 因为它们都没有太多工资 我认为是很大的公司, 我认为我们只用这个3D 我们也认为用这个3D, 因为我们没有想法 因为我不认为一个3D, 因为我们没有想法 我們正在做一個方法的方法 我們在做一個方法 我們也要做一個方法 去聯繫這些人 在這裡做3D 作為方法 因為他們還要做3D 作為方法 因為他們都要做3D 作為方法 我們要做一個方法 在這方面 我們要做3D 作為方法 去做3D 作為方法 在這方面 我們要做3D 作為方法 或是完成三次表情 我覺得最爽的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會動起來 然後你可以去控制它 去完成你想要製作的東西 然後可能你會遇到一些麻煩 那些麻煩你比較跨越過之後 就是甜美的果實在後面等著你 那個就是很深刻的 現在我們也是一個人的 現在我們也是一個人的 所以我們沒有愛到 當我還是寫 boug 然後我們在街上 我們愛到他的タイ 但是我們愛到�岳的 無顫寫的 我們愛到達 那你知道3D變音的原理嗎? 就是簡單來說它類似像蓋金字塔一樣 那種感覺就像你拿著熱龍膠墻 可是機器比你更準 就是熱龍膠墻一邊送料 一邊累積一邊堆疊把東西蓋出來 然後Arduino被拿來用不只來做3D表做歷書創作 當然也有人把它拿來做多種飛行器 多種飛行器它裡面有很多開源的計畫 我比較熟悉的是MU TV這個板子 然後用它來做一個多種飛行器 等一下下一個講者會講更多 有關於多種飛行器的一些編製作 因為它自己真的有做過好幾台這種多種飛行器出來 那我只是有碰過這些板子 然後大概來設列一些部分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從MU TV這個計畫去找到一些相關的資料 然後對我來說 不管是Open Source或是數位製造 它其實是 對我來說它只是一個表象而已 我覺得對我來說 真正的核心是來自於這個社群 因為只有透過一個 喜歡動手做的人們群聚 然後去分享、去交流、去製作 那這些東西才有辦法被活躍出來 被廣泛的討論跟使用 甚至開發新的ID 有新的技術、新的思想這樣出來 那這些社群 社群的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在這個群體裡面 不管是在線上的交流平台 或是實際的聚會交流 你都會 多多少少都會碰到這幾個活動 比如說交流 你可以快速找到喜歡玩阿丁龍 或玩多種飛機 或是找到3D表機 或甚至一些亂七八糟 我每次說亂七八糟 你會找到是因為這東西太難定義 我不知道怎麼用 用言語形容這些東西 然後你會找到這些同好去分享、去學習、去合作 甚至你會找到樂學的智識們 去把一個小細胞變成大細胞 讓這個大細胞去改變這個世界之類的 從頭可能 那 剛才有提到那個交流平台 不管是Facebook上面的社團 如果你想要找這些相關資料 或是不同的 不同的銅號 你可以 我覺得可以實際的從Facebook 然後你去打什麼 阿丁龍 它就會列出一堆社團 然後你或者是找 3D表機 或是REVREV 或是多種飛行器 或是CNC 或是機器人 你都可以在Facebook找到相關的社團 你有興趣可以加入他們討論 去看看他們在講些什麼 在分享些什麼 在交流些什麼 那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找到 找到你的人生導師 說不定 或是找到你的合作夥伴 然後去參加他們的聚會 去把你的想要學的東西 想要做的東西 就是透明公開跟人家討論 也許就可以加速你的製作的過程 還有新的點子被開發出來 那除此之外 阿對 為什麼會講Facebook呢 我覺得台灣的人 連我在內阿就是被Facebook綁得很緊 就是我們大概 大概有三分之一或三分之十幾天 我們都一直在滑手機上Facebook 所以很多活動都已經在裡面 會這樣講是因為有一年 不是有一年 今年阿 今年大陸那邊的 有關於這種 每個人社群的 的朋友來參訪 他說 我們想有些 有些資訊想要來台灣推廣 你覺得要怎麼做 我說 但是只要搞定Facebook上面的社長 應該就OK了 因為我們大家的 太多的時間都在Facebook上面 那除此之外 如果你想要找一些相關的技術 或相關的知識 相關的做法 或是相關的程式碼 你可以上這幾個 這也是我自己最常逛的一些網站 你也許可以把它記起來 你覺得哪一個更有緣分 你就會多利用它 一個叫做Instruct Table 上面就是上是天文下是地 從怪太空到行天空 一堆有的沒有的知識 你都找得到 比如叫你屬一大的一面 叫你做電子電路 叫你做雷射切割 或者叫你做機器人 上面什麼都有 所以你只要打一些官天資 你就會找到相關的資料 那你也不用害怕說 你找到相關的資料 就做不出來 因為基本上那邊就是 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這種動能做的一個 一個平台交流平台 那再來就是Singles 它是一個 一個交流3D檔案 或是數位製造檔案的一個 一個集中力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 就算你不會3D業績 可是你可以看到 看到人家有趣的3D的 3D的檔案分享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回來使用 個人使用 那有些人是完全溫溫Sauce 那有些人是 不行的話 你做到商業上的利用 所以你都可以在上面 找到人家的成果 去學習 去改造 然後再remix出來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GeeHub GeeHub就是 反正會寫程式 你應該都會 你應該大部分人 都有碰到GeeHub的話 你的專案 用到那邊管理 或是 或是你會去看人家程式嗎 就是想要看一下程式嗎 點到最後 就點到GeeHub那邊 去看到很多的 不管是 Arduino的 library 或是人家的 Arduino的一些 相關程式嗎 都可以找到 所以有關程式的部分 你想要一些 範例 或是 採考的話 你可以在那邊找到 然後 最近這幾年 它加了一個新功能 就是 你可以在那邊 找到3D的檔案 因為有些 有些愛好者 他們 他們覺得 Singles 越來越邪惡 因為這幾年 發生一件事 Singles 會把 會把人家的3D檔案的 權利 變成他們自己公司的 它其實是一個 3D列印記 叫Megavolt 的一個 為了推廣 他們的3D 3D 印表一些產品 所演成出來的一個 一個交流平台 可是它最近這幾年 做了一些 蠻邪惡的事情 所以開始有人 會把他們的3D檔案 丟到不同的 3D登場平台 那GeeHub 也是其中一個 因為它是增加了一個 叫做 叫做可以即時Random 直接讓你在網頁上 看到你的3D模型 長什麼樣子 什麼功能 所以開始有些愛好者 會在GeeHub上面分享3D檔案 那這三個大概就是 我不管在做什麼 任何計畫 或是 持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去 去勞過一遍資料的一個做法 因為每次 我的習慣就是 我要做一遍東西的時候 我會用Google 用各種方式去 去找看看 如果曾經有人做過 那 如果有人做過 他做得出來的狀態是怎樣 我可不可以再改造空間 或是 我可以做得比較更好 可以的話我就繼續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我願意把那東西做出來 或是把它過程中文的話 或是 分享出來 讓其他有興趣的人 可以跟著 跟著一起做 我製作的方式大概是 是這個過程 然後我覺得 不管你要做什麼東西 就是 你應該聽從你自己的聲音 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什麼東西對你好玩 你如果覺得這東西好玩的話 那你就可以 就 就花點時間去把它做出來 因為 唯獨有這個好玩 或是 對這個有熱情 你才有辦法把這東西做完 如果你一開始為了錢 為了其他跟你不相關的目的 你去做這件事的話 你應該會做得很痛苦 而且 你會覺得這件事 對你來說很煩躁 所以我自己在做任何計畫 我一定會問自己說 這個東西好不好玩 不然我就不想碰 因為人生 人生那麼短 你能玩的東西太多了 可以的話就順從你自己的聲音 不管是學習啊 不管是製作 或是你想要做什麼事 就是第一件 我覺得 很重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問你自己 這東西好不好玩 你做完會不會有樂趣 大概是這個方向 那 今天我是在重複的這幾件事 就是 你這個做的計畫是要去 對你來說也好玩 然後你願意又開園 又跟人家放在我們湯 跟人家分享的話 它其實會造就一個很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 像滾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那這雪球不是說 很多人參與或是怎樣的 我覺得它是應該 指向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有偏向生命的狀態 就是 它會變成一筆有機的生命體 就是 你在做那些事 其實很多人就會跟你鼓動 讓你的計畫 就是 就想活了起來 因為每天就會有人跟你講 他的想法 或他的ID 這是好能源 當然也有壞能源 他也有嘲笑你做 你這是做的那種垃圾 或是曾經有人做過 可是這個都沒關係啊 至少還願意跟你交友代表 你這東西是 是某種程度還蠻重要的 所以你就可以 就可以獲取好的資訊 或好的建議 或甚至有人 不只給你建議 還會跳下來跟你一起說 他會跟人說 洪奇我覺得你的 做了這個山路表記 某一部分我們完成了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或是有沒有去過什麼的 那當然有人這樣丟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認同這樣的概念的時候 我就把它收納進來 那當然我會注意說這個ID 從誰那邊過來 我覺得 變成一個開源 或是社群的創作方式的時候 你如何去擷取 更好的ID的進來 或是去回饋 這個ID是來自於誰的 這個過程就非常重要 當你有這個良好的循環 跟規則的時候 你這個計畫越來越恐怖 越恐怖到 你原本只是想要做一個 小機械 結果沒想到變成一個 大型的飛行器之類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我稱為 稱為這樣的社群集體創作 我會稱為它是一個 有機的生命體的創作系統 那OpenLab的開配就是 我們這個社群 就是在做這些事 就是用自由軟體 OpenSource的東西 在做藝術創作 那最近這一年 這一兩年因為三音錶機 或是一些機器人 或是一些飛行器物 開始玩這方面的東西 不過應該說 應該花很多時間 在Arduino的私底製作上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 你有個東西做出來 可以在手上把玩 或是你可以控制它的時候 會比較有感覺 就是寫程式的話 放在螢幕上 因為我們面對螢幕已經太多年了 我看到東西最後成品 還是在螢幕上展現的時候 其實也會 對我來說有點孤單 然後我們也會 會 會強調這個 交流實作 我們會開始辦一些 辦一些聚會 然後去動手交流 然後 這是去年 我們辦了3D1表記聚會 然後開始就有一些朋友 把他們3D1表記砍過來 然後我們現場就可以開始 去調調他的機器 把問題不這樣排除 然後 會有新來的被丟出來 我覺得現場實作一些小裝置 把它 就正再改良 那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說 我們經營這樣的空間 或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叫 被一些雜誌 或是被一些國安網友 稱為 叫做Hackerspace 或Makerspace 那我們這個空間現在在 保障眼國際處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去過 保障眼國際處處 公關那邊 就是公關 一號出口 轉個彎 走個15分鐘路就到了 那我們大概 每個週三 或是假日的時候 我們都會辦一些活動 去動手製作 電子電路 或是Arduino 這些相關的 的計畫 然後也 也到了前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我們才 因為Maker Fair 這個 這個 在華山的 的活動 我們才知道 我們原來 我們在做的這些是 就是要 在國外被稱為叫做Maker 就是 動手之後去做電子電路 或用一些科技的東西去做 做些 好玩 或是 或是 就只是為了好玩 或是 很難被定義的這些創作 所以我們都會被稱為Maker 然後 等一下 那時候我們當時有一些活動的一些短片 一開始只有四台 五台 後來越來越多人參與 所以就變成一個筆電矩陣 就很多的動畫不停的一直播放 然後連結啟動 去讓那個球一直滾動下去 那每一個電腦上面的球的動畫都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不只在創作 我們也會去關心一些 我們認為這社會應該關心的事情 然後我們去參加Costcard的研討會完之後 我們去凱盜參加遊行 對於我們的 對於我們相關 關心的事件對於 呈現出一些表達 所以我們那時候每個人都剛好隨身都是 有帶一台筆電 所以我們就現場寫程式 然後去把OTBALL的概念再重新再做一次 就透過電腦之間的溝通跟連結 讓那些字幕 讓上面的文字串連起來 變成一個有趣的動畫 那去年的時候我比較 就是對顯得士這件事比較 也不是說顯得士 對腳踏車的創作非常感情 因為有個傢伙跑去荷蘭念書 然後三不五時就在Facebook上 張貼一家荷蘭的 或是外面的環境生活 然後看到大量的三輪車 但是三輪車跟台灣的三輪車不太一樣 台灣的三輪車就是後面兩輪前面一輪 然後荷蘭那邊就是前面兩輪 然後他們就會把小朋友或是菜或什麼的 全部往前丟 然後騎著這種腳踏車在街上 運動起來 或是跑去別的地方之類的 那時候我看完之後 我就媽呀 我超想要一台這種三輪車的 所以我後來就離職的時候 工作結束之後 大概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做這個三輪車 那一開始我 跟大家講過嗎 我是美術系 畫那種3D或是結構 非常不行 可是我一開始就畫素鳥稿 就把它丟在網路上 然後開始社群上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是工業設計 或實踐工業設計畢業的 那開始就覺得說 洪秀你要做的都蠻有趣的 可是我覺得你畫的就是 就是圈圈叉叉丑 他開始用 因為他會CAD 所以他開始幫我畫 可是畫完之後就覺得 我覺得你畫出來就是圈圈叉叉的工整 一點美感都沒有 就開始在線上跟他公開討論 開始討論說這種 這種三輪車的比例跟造型 還有他外觀要怎麼設計 所以我覺得一來一回 那個設計表大概花了 應該畫了大概有十個版本吧 然後我後來完成之後 就把這個設計圖帶進去那個打鐵街 你們都知道打鐵街嗎 就是那個 靠近後口就在那邊那個 星塵街 就是整條街都是在做金屬架工跟焊接的 然後街口那邊有一家叫阿銅阿寶 那個熊霸掌 還跟石塵湯超好吃的 如果你有去那邊一定要去試一下 然後就是說我花大概 設計圖就是大概花了一個月 然後實際做這張就是花了一個禮拜 那我那個禮拜也 我覺得也很奇妙 就是認這群人 就是我把我東西製作 跟師傅的互動的過程 也把它記錄一下放在我路上 然後開始有些人剛好住在附近 他以前少年時代也想玩腳踏車 可是因為當時的環境 他後來他工作比較 沒辦法碰到這個 所以他開始下班 一下班就跑來跟我玩 跟我玩製作三輪車 所以我們開始原本只有 我跟師傅兩個人在做 然後後來變成他也來做 就是三個人 然後後來畫 3D設計圖的 他也跑來說 洪奇我看你在做也蠻晚的 就四個人 慢慢從兩個人 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 就開始那一家打點店 那集滿六個人 在坐三輪車 這讓我覺得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原本只是我想做而已 可是後來畫了 很多人一起來玩這件事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 把這個三輪車做完 然後去參加了去年的Maker Fair 所以這台腳踏車就出現在那場了 去推廣Open Lab台北 跟Frost Art的這個創作概念 後來因為 因為我的預算沒做好 原本我只有預算做到一萬五 可是後來整個爆掉 因為我腦袋裡面就是這樣 我要把它做出來 我會把它做出來 我會把它做出來 所以後來我就做了 完成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已經花了三萬多了 然後後來我就忍痛把它賣掉 那他現在應該很開心的 存佛在萬華的那個街道上 因為有一個推廣 萬華在地的文化的基金會跟我買走 他說他買到這件 因為我要賣掉 你問他說你想要幹嘛 他就說我要 他是要推廣萬華在地的文化活動 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那個設計師也蠻 像是說賊也不太 反正非常有技巧 他說紅鞋 我很想你那些腳踏車 可是我今天只有帶三萬塊 他說好啊 既然就這樣講了 那我就賣你 所以他那一天就是拿三萬塊 一手交錢一手交車 他就很開心的把這台腳踏車 從公館騎回萬華 因為那時候這台腳踏車放在公館 放在寶藏爺那邊 在公館那邊 這台車就是充滿了很多回憶 然後剛才有提到就是 兒童藝術節的那個合作案 就是我們做了108隻那種小怪獸 一開始就是左手邊的這個講一些事情 那就是跟我大學時代的 畢業論文有關係 就是我要做一大堆的有關科技藝術的創作 那時候我就 我的主題是跟監視跟隱私有關係 所以我家裡就擺了好幾箱這種假的一些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的作品就是把整個房間都是這種假的一些事情 可是我已經畢業了 我家裡還那麼多箱 我媽也快瘋了 我也快瘋了 媽呀這東西怎麼辦 所以我後來是半活動 就把這東西拿出來搭在一起玩 看人家怎麼破壞它 hack它或拆解它都可以 所以後來有人 有一個台大電機系的朋友 就要重用他把它改造成機器人 然後我覺得機器人好像缺少造型 我把它改造成機械包容之類的 然後也把它丟在我屋上 所以兒童藝術節的總監找 看到我在做這個有趣的東西 就找我合作 然後我們就開始 漫長一個月的工作法 就是一下 大概六點開始做合作 就開始買 每天都有人來找我玩 玩 改造這種假電視器變成機器人 所以我們就是 大概兩個月 一個月都在做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也在去年 兒童藝術節把它展出 然後我稱為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叫做 Main in China 因為那個假電視器非常便宜 大概一台一百塊吧 然後 然後全部都是Main in China 可是完成這件作品 我們是透過hack 拆解、破壞、重組 就是比較偏向hack 就是 有點感覺叫I hack 沒有 沒有 隨便啦 反正就是大概這個意思啦 就是 就是透過這種 重新解構 拆解、解構、重建的這個過程 我們把東西再做出來 所以我 每次跟朋友在討論這件事 我們都覺得 這個過程應該是Main in China Hack in Taiwan 這種自以為很屌 不過真的 自己還是真的蠻屌的 然後後來 後來我們也 因為今年就爆發太陽 太陽滑雪運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我們應該 應該 因為我們認同這樣的 活動 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想說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那時候 因為我們常常辦聚會 工作上 工作坊那邊 很多的那種 旅館 有些什麼 啤酒旅館 可樂旅館 我們就把它拆緊 牽得很快 然後把那個LED 塞在那個旅館上面 然後變成一個 LED的矩陣的招牌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做了一樣的招牌 在現場那邊 加油幫 在那個場域的人們加油打氣 什麼朋友台灣啊 什麼 反複帽 反黑箱啊 然後後來 過程中裡面 有個比較趣的過程就是 我們被民眾包圍 因為那時候有新的名稱出來 什麼Z大魚 他們就說 怎麼沒有Z大魚 因為我們要Z大魚 他們就像個小朋友那樣吵著 我們要Z大魚 媽呀 這是哪來的報名啊 所以我們就 就既然被他們就是印拗 就說好啦 那就印觀眾要求 我們就把筆電拿出來 他身為一個 身為一個黑客人 那個 隨身都要帶一台筆電的 所以我們就把筆電拿出來 然後開始 蓋Arduino的程式碼 把Z大魚 這個文字弄上去 所以讓 讓我們那個招牌 出現一些 他們所期待的一些文字 所以他們就很開心的拍照 然後就放我們離開 真的太好了 然後我後來 我後來 今年的Maker Fair 有一個 製造成馬拉松運動 然後 那時候我也投稿參加 我們就做了一個 108的大圓展 就是我們設計好一個 用兩顆四幅馬拉 會轉眼球 還有轉眼皮的一個 小機械人裝置 然後 放在現場 給喜歡動手做的參與民眾 一起來完成 因為我剛才有提到 對社群這個概念 非常有興趣 我覺得 製作這東西 創作這東西 不應該只是一個人 或是 只有少數人在做 他應該可以 每個人都是Maker 每個人都可以是 創作者 去完成他們想要做的東西 所以我們提供了 大量的零件在現場 然後 讓大家把他們的 心中所謂的 機器人的大圓展 這東西做出來 那 剛好那一天就遇到 遇到柯一 他就來做一點東西 那我們最後 就把這108隻的大圓展 透過 透過那個拍 去用OMCV 把人全部串起來 所以那個眼球 是會 會跟蹤 跟蹤人群的移動 然後一些表情 還有一些情緒 可以被反映出來 這是我們今年 今年在做的東西 這個還沒整理好 可是那個什麼3D檔案什麼的 我們都放在Gitower那邊 然後 剛剛也提到的這些 這些東西 不管是工具 不管是軟體 硬體 其實都可以找到這些資源的 的地方 那 我覺得 現在台灣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有關 分享空間 共用空間的概念 那其實在台北 也有很多這樣的 的社群聚會的地方 就是 台北Hankerspace 或者OpenLab 台北在 在那個 好障眼 那台北Hankerspace 是在那個 在那個 後果車站太遠路 路上 那主要是 一些 外國人跟一些 顧客人的 城市設計師聚會 他們在哪裡 然後 Favor Cafe 是在華山 它是比較偏向商業性質的 一個咖啡店 複合咖啡店 它裡面有雷射切割機 跟 三丁表機 還有好喝的咖啡 然後 Favor Lab的台北 就是在重新南路那邊 它比較是採取 會員制 它比較偏向 非營利組織的 的概念 去推動這些 數位製造 跟 數位製造的教學跟分享 然後 最後一個是在台南 如果 有人是在 台南人的話 你願意去 可以回去 去擺盤這個地方 也是相同在 在鼓勵 在推廣這些 有趣的製作 然後 如果你們自己有 有想 有好玩的idee 或想要做東西的話 如果你知道上面 剛剛 剛才跟你們分享的 資源跟工具 跟軟硬體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 你們不用害怕說 這世界上沒有資源 沒有人 跟你站在一起 其實很多 只是 就是 你沒有打開 打開你的 眼睛去找到這些東西 那 如果你有想要做東西 那就不要害怕 運動的去做 當你真的很想要去做 這些東西之後 這些資源 這些力量就會 全部靠過來 跟你一起完成 甚至讓你的 這個計畫變得很大 那最重要一點就是 你要彼此的 這些東西 是對你來說是有趣的 對你來說就是just for fun 或者對你來說 這是有意義的 那還有更重要一點 你願意把它分成出來 放到網路上 跟他分享 那就會吸引到很多人來玩 那吸引到很多人來玩 就是造成 我剛才提到的一件事 它變成一個 一個群體的 一個開放的 有機的 創作性 讓你的計畫 越來越 越容易達到 然後開始變形 就像變形金剛一樣 就是車子 拿出來 變成這些 大概是這種感覺 謝謝各位 各位有一個問題嗎 不是 想要問的 是吧 比如說我是不是單身還是類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就 我就嚇了 你要幹嘛 我禁止奶昇問我是不是單身 你問的太好了 你真是知音人 知音人 沒有啦 這也是牽扯到一件事 就是 對於我對於社群這個概念是非常非常著迷的 我在想說 如果 有所謂的社群概念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 我們那個 中國故事裡面什麼 梁山博弈 八條好漢 那種感覺 大家是為了 可能 因為不同的目的 不同的目的 或是不同的想法 或是相同的想法 相同的目的 聚集在一個地方 然後 一起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才會 才會做 連續兩年的計畫 都會是 透過社群的方式去把我完成 所以我都會把他加入108這個名詞 這個 這個數字 大概就這樣 下一個 是 對 就是 你有帶飛機來嗎 那是大家休息一下 這大家先休息一下 這大家先休息一下